我們現在公司是台灣現在最大 就是做戶外市集跟那個音樂節的那個品牌 創立公司市集活動業者洪建哲 侃侃而談 不只在高雄就是我們在各個城市 我們其實打造了很多 各個不同的這個主題活動的類型出來 大家可以看當時空拍畫面 就是這是活動剛開始半個小時的時候 現場就有一堆人了 螢幕上秀出來的活動是業者引以為豪的台南場次 短短半小時就讓現場爆滿 甚至交流到都癱瘓 爆出了攤商欠款的市集承攬活動遍及各地 屏東的南國生活節標榜有山有海有自由而在嘉義 跟著全台料理職人探索蔬食 2024年的4月結合北中南的80間餐飲業活動 也是由洪建哲的公司取得標案主辦 市集創辦人洪建哲1989年出生 透過他的介紹 原本2014年只是想要開咖啡廳 創業之後因為遇到了瓶頸一路走來 到了2020年才轉型辦活動 而主打活動規劃三輪餐車市集 從台中嘉義市台南到高雄屏東承攬多場活動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可以讓這個產業 跟讓別人先變好的同事 其實你就可以變得更好 市集業者從高雄起家 規模是越做越大 事業版圖往北擴張 但是活動舉辦之後 跟攤辦之間欠款紛爭一再出現 公司的形象也受到影響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